第26集 为了避人耳目,时间越晚越好,但如果太晚会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 距离他公寓最近的车站是四桥县花园丁站,到西长窟站必须在南波换车。 车厢很空,一坐下来,对面车窗便映出了他的身影。 一个戴着黑矿眼镜,穿着运动衫配牛仔裤,打扮毫无女人味儿,显然已经三十好几的女人。 还是这样子再多了。 到了西长窟,便沿着白天和川田和子一同走过的路线前进。 那时和子非常兴奋,说他好期待,不知道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男生。 奈美江嘴上虽然附和,但那时心里已经打了退堂鼓。 他顺利找到了那栋公寓,上了三楼站在三零四门前。 他按下门铃,心砰砰直跳。 没有人响应,他又按了一次。 还是悄无声响。 奈美江松了一口气,同时心情也紧张起来。 他一边住一四周,一边打开了位于门旁的水表盖。 白天,他看到川田和子从水管后面拿出备用钥匙。 成了常客之后,就会告诉我们备用钥匙放在哪里。 奈美江伸手到同一个地方,指尖碰到了什么。 他不由得安心地呼了一口气,用备用钥匙开了锁,畏畏缩缩地推开门。 室内灯开着,但玄关没有鞋,果然没有人在。 即便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不敢发出声音。 白天整理得干干净净的餐桌,如今一片凌乱。 奈美江虽然不太明白,但是看得出那是精密的电子元件和技术器。 是音响吗?还是在修里偷影仪? 无论如何,都像是有人工作尚未完成的样子。 他有点着急,一定要在那个人回来前找到手表。 他到小小的洗脸台前寻找,手表却不在那里。 有人发现了吗?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交给川田和子呢? 他开始不安,难道是那个高中生看到了,却故意隐匿不说,好偷偷据为己有。 也许以为拿去当铺之类的地方,多少可以换点钱。 奈美江感到周身发热,该怎么办才好呢? 他极力要自己镇静,先调整呼吸,回想记错的可能性。 他以为旺在洗脸台,但可能是记错了。 也许他把取下来的手表拿在手上,回到房间,不经意地放在某处了。 他离开盖洗室,走进河室。 踏踏米很干净,是那个较亮的年轻人整理的吗? 那个年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白天拆下来的河室拉门已经装了回去,看不到有床的那个房间。 他轻轻地打开拉门。 一个奇异的东西首先映入眼帘,是个电视屏幕。 房间中央放着宛若电视的物品,正播放着影像。 那不是一般的影像。 他把脸靠了过去。 那是…… 好几个几何图形在屏幕上移动。 一开始他以为纯粹是图形变化。 其实不然,仔细一看,中央有个火箭形状的东西,一边闪躲前方飞来的圆形或四方形障碍物,一边设法前进。 应该是一种电视游戏机。 奈美江也玩过几次太空侵略者。 屏幕里的动作并没有太空侵略者那么流畅。 但是火箭成功躲避接二连三袭击而来的障碍物,令人看得入神。 事实上,他一定是看得入了神,才没注意到细微的声响。 看样子你很喜欢吗? 突然有人从背后发话,奈美江吓得发出了一声轻呼,一回头,是那个叫亮的年轻人。 啊,对不起,那个,我东西忘拿了,所以,嗯,川天小姐跟我说过备用钥匙的事。 奈美江很狼狈,说起话来结结巴巴。 但是亮相没听到他的话,沉默着示意他走开,自己在屏幕前盘腿坐下,接着把摆在一旁的键盘放在膝盖上,双手敲了几个键。 屏幕上的动作立刻发生了变化,障碍物的速度加快,色彩也变得更丰富。 亮继续敲键盘,火箭一一躲开障碍物。 奈美江也看出,是亮在操纵火箭的动作。 刚才自行移动的火箭在他的手指掌控下前后左右的移动。 不久,圆形障碍物与火箭撞击,火箭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差,屏幕上随即出现game over的字样。 速度还是太慢,顶多只能这样了吧。 亮指的是什么? 奈美江听不懂,她一心只想早点离开。 那个,我要回去了。 奈美江说着站起身来,听她这么说,童元头也不回地问。 东西找到了? 啊,好像不在这里,对不起。 是吗? 那,我走了,再见。 奈美江转身准备离开,亮的声音忽然从背后传来。 任职十周年纪念,大渡银行昭和分行,你的工作还真死板。 奈美江停下脚步,回过头,亮几乎在同一时间站起。 他把右手伸到奈美江的面前,手表就锤在手下。 你忘了,你忘了就是这个吧。 一时之间,奈美江想装傻,但还是收了下来。 谢谢。 亮沉默着走向餐桌,上面放着一个超市购物袋。 他坐下来,取出袋子里的东西。 两罐啤酒,还有盒装便当。 晚餐? 亮没有回答,好像想到什么似的,举起了一罐啤酒。 喝吗? 哦,不拉。 哦。 他拉开拉环,白色泡沫冒出来。 他像是要接住泡沫似的喝起来,显然不想再理会奈美江了。 那个,你不生气吗?我擅自进来。 亮抬头看了他一眼。 嗯?嗯。 然后打开了便当的包装。 奈美江其实大可直接离开,却有点迟疑。 部分原因是对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工作场所,自己却对他一无所知。 更重要的是,如果就这么离开, 奈美江会觉得自己没出息。